中越之间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海上化界谈判的范例 从而推动南海问题的解决 向着更有诚意和更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庄先生 我倒觉得能不能找到一个范例不重要 重要找到一个什么 可以把争议搁置下来 双方来先带合作 这个范例我觉得更重要 而且这个范例可以复制到中国在南海对其他国家上 所以我们以取说找一个化界的范例 还不如说找一个更典型更影响力的合作的范例